在選舉後的經歷 我想我們在選舉後的經歷 其中一個我自己很深刻的就是 我們被人看到的不是我們的政治立場 我們被人看到是我們做整件事的時候的質素 在選舉後這段時間很多人都跟我說 大家會覺得贏輸的東西 如果可以擺開的話 大家都看到就是作為一個政治的運動 一個campaign 一個競選工作 他們看到就是擺開立場 擺開勝負 他們看到那樣東西 我們本身是一個好的質素的東西 今年其中一個最觸目的政治事件 莫過於3月底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 林鄭月娥最喜歡777票 成為香港新一屆行政長官 當時其中一位競爭對手 前才爺曾俊華 可以說是敬敵之一 由宣布參選去到選舉那一刻 薯片叔叔在網絡世界的民望 一直拋離另外兩位競爭對手 人稱阿聰的羅永聰 是時任才爺曾俊華的政治助理 當他舊老闆決定辭職參選的時候 就決定和他拍照 以義工身份在曾俊華的競選團隊裡 擔任公關智囊 做幕後軍師為薯片叔叔出謀獻冊 阿聰說整個團隊有記者、 鍵盤戰士甚至是宅男等等 但他認為最重要的 是大家都很能夠掌握網絡上的情緒變化 而我們掌握情緒變化時 再利用網絡 你可以說是普通人 都能夠推動民意、民情 我自己見到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你對民情、民意的預測 你知道哪個熱點在哪裏 民情的走向會是怎樣 甚麼時間會爆發 甚麼時間會再倒下 你怎樣去配合這個trend 沒有人是可以控制到這個trend 我們只能夠配合這個trend 人是渺小的 環境是無限的 你一定是了解這個trend 你配合這個trend 才能夠得到最後你最理想的效果 回想整個選舉運動 曾俊華競選團隊 在網絡上的攻勢 可以說是一浪接一浪 Facebook競選專頁 每一段上載的影片 瀏覽數目動一點就超過10萬 周圍薯片叔叔競選的一個宣傳平台 阿聰承認社交媒體 尤其是Facebook 佔了很重要的席位 扭轉了過去特首選舉 慣常用的競選手法 更加成為政治議題上面 一個滲透力最強的平台 因為其實Facebook 你經常說他們是一個回音壁 回音谷 即是一個Echo Chamber 我同意的 但這件事是不是好 我覺得先擺開 但整個 campaign exercise 反映到一樣東西 是我們將我們的支持者 很短時間內group 也起到 而這件事是令到 而他們成為我們最有效的媒介 即是他們的口碑 再傳出去的時候 成為了很多不同香港人 對我們這個 campaign 的印象 而不是直接看到的印象 而是有一點轉折的印象 聽回來說 你怎樣好 挺有趣 全部都是比較second 即是不說特首 即是是secondary的訊息 阿聰和薯片叔叔合作當年 他說舊老闆開始用Facebook之後 經常都會看 看的次數絕對不會比他少 無論是甚麼意見 甚麼理念的人 他都會看 他更加認爲薯片叔叔是一個很有經驗的Facebook 即是對於我自己的 lesson 就是對於任何一個政客來說 你掃Facebook 其實就不是八卦那麼簡單 即是你理解社會和你之間的個人的關係 你做了一件行為 原來那個社會是怎樣理解你 跟你之前預期有沒有落差 那個落差是甚麼落差 多大的落差 那些全部都是很重要的 對於一個政治人物來說 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資訊 所以我覺得他玩Facebook這幾年 他能夠 即是我見到那個最大的價值 不是我們怎樣告訴他 而是他自己在Facebook上面 他能夠怎樣理解香港社會的默薄 跟他的關係 而這件事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第一件事是Facebook建築 第二件事是他怎樣跟社會合同 對 選舉落幕 薯片叔叔輸了 阿聰經過一輪休息之後 再次展開新的一頁 在這段期間 他有想過再次打工 亦都有想過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就因為朋友的這一句 他決定今次跟選戰班底部份人拍照 開設顧問公司 其中一間就名為蘇航街一號 公司名和辦公室大樓的名字一模一樣 政治或非政治都做 但其實做政治不一定要找在政圈裡的人 香港很多不同界別的專載 其實他們的服務都可以服務到政治工作 所以當時去找他們的時候 不是因為政治理念 是因為他們在各方面做得好 即無論是社交媒體 無論是digital marketing的工作 無論是創意的工作 拍攝製作的工作他們都做得好 所以我們才會在一起 即不是說我們要有一個政治理念 然後將我們包裝起來 不是那回事 所以將來的工作都不會只是做政治 或者這麼說 我們都希望做更加多非政治的事 因為香港的市場需要 政治可能是減少的部分 早前雅聰就得到前任行政長官及政治委任官員 離職後工作諮詢委員會給予意見 獲准離開政府之後開設新公司 阿聰在社交網站都有分享這一個消息 跟留言形容是新的一頁